凤岗县 郎川镇 阳村 昨天晚上吃的是牛肉这个绿豆粉 今天早上起来吃这个羊肉绿豆粉 加了个两块钱羊血 它这个羊血分量挺足的 这个绿豆粉别的地方少就在一片里 我说绿豆粉别的地方很少啊 就你们这一片里 就是我们自己的特产 是吧 所以说有的就赶紧趁着吃 这个在尊业里都很想吃到 对对对 在宋岗 围团 鱼青这边吃得到 就这一片啊 这个老板还专门去过济南 学过烤羊肉串 好了继继续赶路 你这是你这是自驾游啊 也是出来玩的 哈哈哈哈 吃呗呀 那小鸡撕料能吃死你啊 刚才碰到那个人很有意思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情节 不过真正去付出实施 那是比较少的 当然我个人觉得床车 还是目前出去玩最佳的方式 在路边看到美景 随时也可以停下来 而且因为车小 不会影响到任何人 就把车停在路边 就这样看他们 真的挺好 梅子澳停车区 它这有24小时热水 我犹豫要不要洗澡 刚刚洗了个头 真是没想到 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路边 小山村的一个卫生间 居然有热水 太好了 算了不洗澡了 烫烫脚就可以了 然后等会用热水再擦擦身子 这样也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那么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